但是五十三萬票表示過不了 表示過不了關 我們拿出來的數字是一定會去投 一定會去投 而且支持罷免的 所以那個數字是五十三 那其他的有加一定會去投 加可能會去投的 我們是他一定會去投五十三萬 真的啦 所以你們現在內部評估 到底罷免過的過不了 按照你們基進黨的民調 根本過不了 我覺得五月二十四之後 可能狀況又好一點 因為王儼九講話 這個這個 所以我要講包含淹水也好 包含淺秋前輩講的這些話都好 他們就是你你花你你花 你凝視深淵 深淵也在凝視著你 二零一八年的時候 你怎麼不說高雄人好山洞 二零一八六十三下大雨的時候 你怎麼不說志龍子很重要 石雨量多重要 臺北那個時候有一個 那個人孔蓋直接噴到天空中 他那個時候他們的講法是說 這些東西都是很正常 可是怎麼樣高雄不行 三千坑五千洞 講了半天好像高雄 這個如果不換黨執政的話 下一次再下大雨 全部會變成海底城市一樣 你有沒有用一樣的標準來評論 當時我也不是 當時我們也沒有護航 也沒有罵韓國瑜 我們當時只講一件事 就是如果東京的石雨量容忍 也只有一百零八萬 投了三千億多 一百零八公里 石雨量可以容納到這個 再多就沒辦法 他花了三千億只多八公里 那如果換成高雄的話 我們用一致的標準看 這是不是合理的狀況嘛 所以你今天五二三的時候 你去扯這些東西 不管是他說 延幾天或幹嘛的啦 最重要的事情是我認為 是誠信的部分 韓國瑜上任的時候 有沒有講過六個月 解決治水的問題 有沒有 好像有 那如果有的話 所以我就說國民黨的很辛苦 已經選完了 還要再為了韓國瑜 再選一次 當選市長 誰敢幫他那六個月背書 李四川要嗎 李鴻元要嗎 還是在場的李鴻賢耀剛好都姓李 那他講這些話的時候 要怎麼處理 四月二十四的時候六個月 因為五月 到五月份的時候 就到六個月了 不得已再編一個新的數字 再給我一年半就解決 結果前兩天又再來一個新的數字 再給我三十六個月就解決 問題他就沒有要處理 現在的問題是你有沒有 你從頭到尾 韓國瑜有沒有用過一次 科學論證的方式來講 高雄水患要怎麼解決 讓大家去理解說 我們應該要用怎麼樣一個方式 逐年編列多少預算 蓋幾個字容詞把它解決 他講不出來 因為沒有他沒有東西啊 所以他講的事情 就是我們已經補了一萬五 一萬零五百個洞 隔天那個高雄市議員 黃文毅過去問說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們 今天補幾個洞 你知道行政單位不能騙人 數字拿起來 不好意思我們只補兩百三十六個 從頭到尾都不是科學數字 所以大家記得是記在這裡 根本跟三洞 你回應全高雄市 目前最後三洞的 剛好就是市長而已 所以王潛秋可能是站在他旁邊久了 以為高雄人都愛三洞 沒有就是他旁邊那個會而已 所以這一次的罷免在科學 我們高雄人很理性 而且他們知道過去做的不好 我們我們有本事換一個人上去 我們也有本事把你拉下來